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个重要内容是 对贪污贿赂犯罪增加了罚金刑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为了确保罚金刑的 适用的有效性和严肃性 专门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 那么在这个司法解释中 依托于主刑分层次的规定了 适用罚金刑的应该把握的标准 那么从这个标准上也可以看出来 对贪腐犯罪的罚金刑的适用标准 要远远的高于一般犯罪的下罚金刑的适用标准 同时在这个司法解释里边 还明确做了规定 对没有追缴盗案的 犯罪分子只是非法所得 要依追到底 不设实现 随时发现 随时追缴 那么 党的十八大一来啊 人民法院呢 光判处的 省部级的刑事犯 贪腐方面的犯罪 都有100 117件 涉及到117人 在这117人里边 有29人被判处了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 全部的个人财产 有88人呢 判处没收部分个人财产 并处于罚金 对这些判决里边说 涉及到的所有的财产刑 都全部执行到位 完毕 到位 那么对追缴 非法所得的这样的判处呢 对绝大部分的案件 都 追缴 它的全部财产 执行完毕